你好,欢迎收看9月1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为了奖励营业人诚实开立统一发票 北区国税局分区举办了公开表扬活动 18号上午,局长王秀忠亲自来到花莲表扬了5家的基优营业人 王秀忠表示,基优营业人诚实纳税 配合政策推广,善尽社会责任 是所有企业的最佳表赛 希望透过公开表扬,让企业有荣耀感 也鼓励更多企业一起效法,共创台湾经济繁荣发展 109年度,花莲地区基优营业人共有5家受奖 北区国税局9月18号在花莲分局举办了隆重的表扬 一事,局长王秀忠感谢企业配合财政政策诚实纳税 对国家建设有重大贡献 109年度的基优营业人,我们已经领选出来 我们北区国税局9个县市,我们领选了131家 131家,那在我们所有营业人总加数 我们已经超过52万3千家 所以它的获奖率,那只有万分之2.5 不过这个万分之2.5,比我们去年我们已经增加了16家 那我们这些基优营业人,都是课尊国家法令 然后配合税制税政的一个推动 然后这个诚实的报绞税 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还有财政的健全是有非常大的贡献 而且尤其是今年啊,我们上半年受这个疫情的一个冲击 我们的营业人,这个营业额都受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真的大家都辛苦了 可是大家也都共渡难关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借这个颁奖典礼 也表达对他们最高的一个敬意 万分之2.3的几率真的不简单 这些获奖企业要有高标准的表现 并且不能有任何的违规事项 那像我们这一次这个选拔的基优营业人 那他们是非常的完美的 就是说他在这个 他是要诚实的这个开立 统一发票或者是电子发票 然后他有配合我们税制税政的推动啦 然后来帮我们推动我们的云端发票啦 也有一些绩效的那选拔出来 然后他们在两年内两年内不能有逃漏税的情形 也不能有预期申报销售额的情形 当然更不能有欠税的情形 那而且他们也不能有违反 不管是这个环保啊 劳工啊或者食安卫生的这种法律 违反这些法令有瑕疵的也不能当选的 花莲地区获奖的企业包括了和平企业经营管理公司 达盈新营造 增济马蜀 油汤加油站 大雨加油站等 除了总局致政的奖杯 北区国税局也特制了兰花股瓷瓷盘 赠送给获奖企业 感谢他们的贡献与努力 借旅会欢迎时报导 这些人的贡献与努力